我們看立體四 他說用圖位利用伏特計跟安培計 測量一個位置電阻的兩種連接法 若電池內電阻的計 那圖一中伏特計及安培計的讀數 這是1.5伏特 那這1.5伏特的話 所以這個Exit也是1.5伏特 然後這裡測量值是12.mAh 第二個圖是13.5mAh 這裡測到的是1.23伏特 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的話它是1.5伏特 所以這裡到這裡也是1.5 靠過去就是1.5伏特 我們講是電流計它的電阻是RA 那就是13.5乘以10的負三次方 那乘以RA 那加多少呢 加這個1.23 那我RA我就可以算出來 2面A9 2面A9 2面A9的話是0.03 2面A9 9.37嘛 約9 919 9545 這叫0.01 那這多少 這是0.03 1.5 乘以10的負三 嗯 看 這是0.03 1.5 乘以10的負三 那這樣多少呢 乘以10的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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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所以這樣多少 這樣是5分之1 乘以10的多少呢 這是負二 這負四 那他10的負二 那他加多少 加4 加4 所以是10的二次方 二次方 所以這應該多少呢 這是0.10的二次方 正二次方 這是0.2 0.2 乘以10的二次方 那是20 所以安培計他的電阻 是20歐姆 好 那這個 這個算出來以後的話 我們再把它用到這裡 因為這兩顆的電壓是1.5 那1.5 等於多少呢 12.5 12.5 乘以10的負三 那再乘以多少呢 跨過這兩個 跟這兩個 這Rs20 再加大 那大就可以算出來 嗯 嗯 這樣多少 20加大 等於12.5 啊 1.5 啊 乘以10的三次方 5 35 不二得10 不二十五 那這樣多少 嗯 這樣的話多少呢 這樣的話是 0.3 0.3 齁 除了2.5 0.多少呢 1 50 0.12 所以是0.12 啊 乘以10的呢 三次方 所以120 啊 所以R就是100 所以R的話就等於100 歐盟 所以電阻是等於100歐盟 所以電阻是等於100歐盟 所以電阻是等於100歐盟